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说您爱看三国 是吧 这个用三国里边一位女性人物来 形容我们女嘉宾的话 你觉得她应该是谁 貂蝉 貂蝉 这被唐人情搞 情搞 情价情搞 爱的选择版貂蝉在此 我们新鲜好气质家 漂亮 谁都爱听好说的 好听的话 咱那貂蝉了都 那不得来两下啊 时务的月亮 坐在天空有 为生活旁边 没有缘缠 只要对眼 没你耐心的等待哟 你心上的眼儿就会跑过来哟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男嘉宾直接哥哥妹妹就来上了 你说这个贺的多好 那给咱貂蝉打个分吧 98分 那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多少分 男嘉宾也挺好 打98分 天哪 谢谢 你看你高八分 你这有缘呢 对对对 大多了 98分 大多了 不多不多 挺好 不多不多啊 那不多不多 二位请就座吧 来 进入约会时间 希望他俩能成先手 我希望他俩能先手 问我吧 我问你啊 问我 你家什么地方呢 我家聊两个呢 聊两个呢 家庭儿女几个子女 我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都独立了 两个女儿好啊 姑娘有姑娘潜伏 阿姨啊 我们叔叔女儿啊 目前定居在日本 所以我们叔叔啊 形胆影之的 现在特别渴望 美丽的女士走进她的生活 两姑娘都在美国 都在日本 日本呢 都是那个大外日子系毕业的 咱男嘉宾的两个女儿 现在不在身边啊 这跟她之前的那段感情经历 也是有关系的 来 我们看一下 她的情感事 我这个年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 爱冲动 爱打架 我要记得一句话 我因为我爱看书 李清照有这么一句话 生长的作严节 说谁打我 死一位贵雄 我就打他 我必须要 干服 要把他打服 我的抱脾气 也直接导致了我和前妻的离婚 您和您前妻是因为什么离婚 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有家暴行为 伤心的才能和我提出力量 那就是像不像你跟外人打架那么厉害 那可不是 那不是男人 我就是 但是夫妻之前打架 我也就是喜悠喜悠的 但毕竟来说她是女人嘛 她接受不了 相当后悔了 非常的后悔 我不应该 从哪方面 从来跟我再去上活 还剩我的两个孩子 给我生两个孩子 我还特别爱我的孩子 我们几乎那时候 我的感觉还不错 说我从方方面面都不敢打的 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的后悔 但是后悔也已经晚了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吃远不吃硬 碰着硬啥不怕打面杠 但是面对温柔的 我就啥脾气都没